结果虽然亲近美日的结果 到最后也不是得到 中华民国可以接受的像太平岛 这些人就被判定是一个娇 因此就认为说 在整个这个仲裁案当中 因为亲近美日输远大陆 并没有讨到相对的一个便宜 所以不少南营人士都建议 是不是应该两岸联手 来讨回有关南海的主权 南海仲裁结果出炉 中华民国国境之南太平岛 被认定是娇不是岛 国内气愤难平 但部分蓝营人士却将矛头 指向蔡英文的外交政策 在选前大家事实上对蔡英文政府 都有非常高度的疑虑 尤其是对于南海 还有太平岛的主权 有可能会迎合美方 对于太平岛的一些主张 蔡英文阵营从选前到执政 外交策略上就是采取倾向美日 借此来远离大陆 但这次南海仲裁中却惨遭打脸 太平岛被认为是交经济海域 从200海里缩减到12海里 不少人建议蔡英文的外交策略 是否需要微调 对于这个高度的重要的争议性的 一个海域 北京中国大陆 我也认为不应该把中华民国 排除在外 用冲之鸟交比喻 两者面积天壤之别 国家主权硬生生被剥夺 记者会上却不见总统亲上火线 也被认为是在向美日低头 这次的仲裁案 我们都不是当事者 那这个部分就是菲律宾跟中国两兆之间的一个仲裁案 蔡总统上任不到两个月 就在国际主权之争上滑了一跤 积极海域向后退 外交上过度清美至终 如今吞下苦果 未来如何面对南海争议 两岸模式恐怕还需要再调整 记者线文强张良浩台北报导